大家好,我想现在是时候应该总结一下我们暴行筹款的情况。 我首先很多谢大家支持我今次的暴行筹款,也很多谢聚龙天和月龙天的支持。 更要多谢的是有些善长人佣大笔的捐款。 大家看到这个图,由我最初的1000元为目标,后来我加到1500元, 再后来我加到2000元,到最后我是为心脏及中风基金会筹到2900多元,你说是不是很开心呢? 而且我期间是拿了8个batch,而他也寄了一件hoodie给我。 我回忆一下我以前在香港每年都有行百万行,为的就是公益金的筹款。 来到加拿大之后,我发觉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筹款活动。 而今次的筹款活动,我觉得真是很特别。 为的就是香港一位年轻的歌星姜濤, 但是我们筹款不是筹给他。 我相信出名的演艺界人士,都是希望歌迷送礼物给自己, 或者是为自己搞一个很大的生日会,一起去欢乐一番。 但是这个姜濤真是很特别。 他叫我们喜欢他的姜濤,在自己住的世界各地,去做善事。 将爱他的心,去爱我们身边的人。 而今次我能够参加到,我觉得真是很特别,很有意义。 这个感觉也是很奇妙。 我只是出了勉力。 根据姜濤加拿大应援团的公布, 我们今次一共有169位队员参加, 而捐款的交易次数是达到810次。 而我也有朋友是捐完再捐。 善款的总额是达到61,700多元, 折合港币是35万多。 但其实是不止这个数, 因为我们有CP Rail的一对一捐款计划, 接着之后我们又知道5月至6月, 有一位无名士是一对三捐款计划。 所以我猜过了6月之后, 总筹款额会比这个数更多。 你问是不是很奇妙? 所以在这里, 我也要多谢姜濤加拿大应援团, 她今次的组织, 以致我们大家姜糖是有机会做善事。 当然不少的就要多谢香港的姜濤后援会。 我最近忙于将月龙天和醉龙天, 他们送出来的证券, 毛豆年糕蟹, 和马来西亚鱼王。 忘不了雨就是发放给我的捐款的朋友, 他们都大赞这次很有意义, 有些朋友还叫我去吃, 我已经吃了两三次了, 真是非常回味。 好了,再次多谢大家, 我们明年的430再见吧! 拜拜!